锁定台是五件新闻 每年中秋节过后 世界三大潮 浙江乾塘潮正式进入观潮季 岩关跟老岩仓这两大观潮热点 在每一年大约会有十万多人慕名前来 但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想要听潮观潮 就必须要提前预约 并且实名制购票 而且每一天的上限人数为一万四千人 中秋夜在海宁岩关聚集大批人潮 就是为了抢拍一线潮奇景 在这闷雷轰鸣声中 潮头翻卷着浪花抵达了岩关 乾塘夜潮也终于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 满月高挂 乾塘将夜潮仿如千军万马 齐头并尽 在浙江海宁岩关形成一线潮 岂是辉红 岸边也聚集大批民众抢拍 夜晚听潮赏月 白天看潮观景 潮水从杭州湾口一路向西 在通过岩关后留低老岩仓 并形成回头潮跟冲天潮 滚滚大水拍打提案 激起桃田巨浪十分壮观 其实关潮是始于捍卫 甚于唐宋 海宁关潮的习俗 沿袭千年 经久不衰 我想这就是大自然 亘古不变的魅力 每年种求过后 世界三大潮浙江前唐潮 正式进入观潮季 沿关跟老岩仓两大观潮热点 每年约有十万多人 慕名而来 但今年受疫情影响 想听潮观潮 得提前预约 并实名制够票 且每天入场上限为1.4万人 但现场依旧人山人海 热闹滚滚 据了解今年农历8月18号 也就是这个月24号 前唐江潮才会到达高峰 要防疫外也要加强防疫 相关单位严证以待 温首币